為了今天探討 旁邊的一齣社區門口 正在2009重隔 最近也開始大盛規 這盛規的經濟非常嚴重 去旁邊很多UK 全都很高 上去旁邊的地方就是2009重隔 會是個有不一樣 非常漂亮 環路鄉 林宜潭的一齣社區 門口正在2009重隔 因為都已經正在一段時間 都是老手 所以辛苦的時尊 花開薄斑 並且吹起生為花魄 可以說是怎樣合 怎樣漂亮 在這200的社區都各有不一樣 讓UK 都拿去出家的合法 這年長的花孔 2009重隔 一邊是純紅色 另外一邊是有不一樣的顏色 漸層的花色來混合成 五菜平分的美景 也因為這裡的九層格數 有夠高 也有夠美的花色很多 花魄就像是夢幻的花巡 也因為花巡 有在社區的處理口 相負的民眾也要拍片來交叉組合 並且尊重停車幾隻 讓相同都有好心情 謝謝大家 歡迎收看 讓我希望猜紅不得 哇 速度真的很快 而且隨產品啊 全程使用冷鏈物流保存 電到電取貨非常方便 連住在大都市 都可以立即享用嘉義的優質隨產品哦 我一直在尋著改變養兒的模式 環境空氣的挑戰 我也不想污染到這片土地 養兒就像我們在養自己的小孩一樣 以前有一首歌叫做 《鵝耳系律波》 就在用它自然的環境中 讓它悠遊地成長 鳳梨瑞溫茶藥大 產生的果實品質會比較好 如果我們不大需要用藥物 它就能長得很好 我希望把鳳梨打造成嘉義 這塊土地的文化性格 一草一木每一個生命 我都把它當成我自己的小孩子 搬著在照顧 有沒有用藥就會涉及到 它是不是殘留 那靈用藥就是我都完全沒有 那是不一樣的精神